無數區陷拱沉的碗 則我一朝疲倦的手 便不在 因許找而僵了 大家對正宗沒有了解 就是大概就是大刀的馬蹄 很不理解 就算中期我不知道 他怎麼做這首詩 我以前也是在課的骨子 就是大刀的馬蹄 就算課的沒有 我今天考試也一定會出到 你的大刀的馬蹄 然後可能讓你排列組合一下 怎麼樣 正宗裡的詩 正宗裡早期的詩 就是有那種流浪者情懷的 浪漫的情調 那這個東西就是非常的迷人 那他晚期的詩 其實沒有他早期的詩 那麼 那麼 那麼迷人 因為他晚期的詩 我們在這裡 我們不是正宗裡鑽匹 我們回到貼手裡面的書 他在寫什麼呢? 這是他年輕時期的詩 我不能要求 直下的兩個曬子 是一顆紅心 或者 或者 這是個錯字 或者 去掉草字桶 或者是13個黑色的馬蹄 前面這一段講的是什麼? 其實現在是很好玩的就是 現在是 現在是有一個簡單的解碼的過程 你要知道他的屁育在搶什麼 抓得到的話就很簡單 就像是 就像是 一開始我們讀的那個 行為我們的 請見給讀詩的人 你要是能夠抓到那個煙火 講的就是讀詩 來看煙火就是來讀詩吧 那你就能了解他整首詩 所富含在煙火的形象之外的 有很多寒意 然後 像西藏婆公也是啊 你就知道 婆威在比喻什麼 你就很好抓 就是現在詩其實 現在詩 當然他也是要 比喻做得比較明確的現在詩 因為現在詩 現在詩的其中一個解碼的功能 就是你抓住他的符號 他的意象 要講的就因什麼 你就可以讀懂這一首 你覺得你本來好像不是很能夠 抓到重點的事 那在這邊呢 在這邊的第一小段重點是什麼 我不能夠要求持下的兩個傘子 是一顆紅心或者 十三個K色的拉點 兩個傘子在丟什麼 這個就是那個西芭拉 然後 對 兩個傘子在碗裡面丟嘛 就是西芭拉 那你們想想看喔 重點在哪裡 你丟丟的出一顆紅心 或者 十三個黑色的拉點 你丟丟出十三個 黑色的拉點或一顆紅心 做不到 除非你是周潤發 或者是中心 你可以把兩個傘 對兩個傘 好像這樣有演過對不對 三個 不懂什麼一代的獨神嘛 就是他丟丟 然後那傘就是一點 因為三個傘子沾在一起 這上面的是紅心 可是那正常的狀況 就不可能出現這種狀況 而且 在座各位都不是周潤發 也不是周星馳 所以你是沒有辦法 丟出一個紅點的 那即使強如周潤發 強如周星馳 你也沒有辦法丟出 你其實 你也沒有辦法丟出 十三個黑色的拉點 對不對 因為最大的點數 就是十二點嘛 最小的點數十二 所以 我這兩根骰子 我再怎麼丟 我都丟不到一顆紅心 或者十三個黑色的拉點 那它比喻的是什麼呢 你們可以想 就是很簡單的 你就要先抓到那個 一顆紅心 或者十三個黑點 都是不可能出現的情況 所以 我在講的就是 我不能夠要求我的命運 賜於我 合理範圍之外的奇跡 我沒有辦法要求我的命運出現奇跡 我沒有辦法祈求我的命運出現 轉類性的神跡或者是恩典 我沒有辦法要求我的命運 給我超乎正常人想像的甜頭和好處 或者是恩寵 或者是神跡 我沒有辦法要求自己 因為 我知道那個東西 不是你要是能夠要的 不可能出現的是什麼 就是奇跡 所以 我不能夠要求 我的骰子丟出這個點數 就代表 我不能要求 我的生命會出現奇跡 我也不能夠 應該會有什麼奇跡 就讓子回頭了 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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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信徒犯變善的 怎麼樣 也許有 可是 我不能要求這種事情 發生在我的手上 你不能要求 你不能要求 世界明天就如你所願 你不能要求 另一如你所想的 賜予你那些 現在的你夠不到的 那種奇異的恩典 沒有辦法 只要他不 然後 只要他不滾出 那隻 無數曲線 人生的曲線 所構成的人 則我一朝疲倦的手 便不再因尋找而僵了 可是只要 這個 這種語學 這種事都殺年輕時代 卻是非常的具有 浪子性格 跟賭徒性格的 那 那又怎麼樣呢 我的人生沒有辦法 有出無意料的好運 沒有辦法有奇蹟 沒有辦法突然 突然 突然就有了一個家 突然就 就 怎麼樣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 那我就這樣浪蕩的過吧 無所謂啊 只要我的命運 還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只要我的道路 還是自己選擇的 只要我還能夠 只要我所釘 我所凝視的兩顆骰子 還落在我的碗裡 只要我還能夠 清楚的看到自己 生活的樣子 我還能夠 清楚的看到我手中的骰子 在我的手下 繼續丟出來 我還知道自己選擇的路 在哪裡 是什麼 我的命運還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我就甘願這樣繼續過下去 即使我不能要求更好的東西 但是 只要我的命運還掌握在我的手裡 是我自己選擇的路 我就可以不用 為了尋找生命的意義 而放手講了 自從命運講的就是這樣 只要這個骰子 還能夠在我的手裡 是我繼續丟著的 雖然我沒有辦法 要求那些更好的事物 更美滿的東西 可是 只要我還能夠 雙眼還拼得來 明明就是那個賭徒性格 我還能夠拼得出這個骰子 我就可以繼續賭下去 就是這樣 我就甘願 繼續照這樣的方式 繼續活下去 而且不會迷失自我 不會迷失我所要的東西 因為他所要的就是 讓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雖然掌握在自己手裡的命運 也不見得是比較美好的命運 雖然掌握在自己手裡的選擇 也不見得是最聰明的選擇 也不見得是特別好的東西 也不見得會 也絕對不可能替你帶來什麼 破天荒的奇跡 可是沒關係 這是我選擇的 我就是要這樣繼續走下去 是一個很任性的浪子性格 加讀人性的一種事 可是讀起來蠻過癮的 我很喜歡正常語的這一首詩 我覺得比什麼 比什麼 他們生命的情味 其實比浪漫完就沒有的 那個大大的馬題還要來得深刻很多 然後解題的關鍵就在 你要讀出什麼是 一顆紅心跟十三個馬蝶子 我們想讀的 就是不屬於現實的奇跡 不屬於意料之外的好運 你就配合著他的題目命運去 讀懂這一首詩 然後下面我後面又就列著了 我自己本來就想說我大概長得到 然後第二頁差不多了 第三頁本來就是多一頁 因為我稍微抓時間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列在前兩頁都是很短的東西 我會把我自己的實驗 挑一些非常短的列在這裡 第一首是指地 命運已備恕我 沉默不語 我雖將全臉全身向著他 就是 命運已備恕我 我沉默不語 什麼都命運已備恕我 沉默不語 已備恕我 已備恕我就是在不要 不溝通跟拒絕 我是在面向的大家 因為我們在對談 我們在講話 可是我如果轉過去就是不理你了 就是不聽不聽 你別說 就是 這是一個遊戲的人idea 那個 就是 你看瓊瑤俊瑪吵架的時候 女主角只要轉過去就是 我不聽不聽 你不要再說 就是 我不跟你溝通了 所以已備世人代表什麼 就是總統會把門關起來 不管外面抗議的人 抗議的人的人 就是已備世人 把門關起來的時候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拒絕溝通 拒絕回應 拒絕看見 然後 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要的東西沒有辦法要到手 你希望的情況沒有辦法發生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命運好像不理你了 如果有所謂的老天爺 你在那裡護天牆壁 有些時候你就會發現 好像世界上就是只剩下一個人 你再怎麼樣祈求 命運都不會回應你 你再怎麼樣敲門 就是不會回應你 那就是命運已被虛擬過 沉默不已的時候 可是這個時候你要選擇什麼樣的態度 去跟方法嗎 你要敲碎這 裝潢敲碎這破這扇門 還是要離開這個地方躲起來 還是要怎麼樣 我這邊選擇的是我個人偏好的方式 那就是繼續全戀全身這樣的他 你繼續命運對你必額不理 即使他暫時不要求你的不回應你的任何呼求 即使人生有時候就是有那種非常不順遂的時候 做什麼都不對 要什麼都要不到 希望什麼就是不會發生 你希望事情就是不會發生 你不希望事情就是不斷發生 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我自己到最後採取的人生觀還是這樣吧 即使是這樣 你仍然好好面對這樣子的人生吧 你仍然是坦率地把你自己的所有 好好的面對這個生活 面對那個對你關起來的門 好好的看清楚你究竟為什麼讓你走到這個地步吧 然後你去接受目前的這個秘境 你去接受去承受去忍耐 甚至去承受目前的不方便 然後好好的看清楚現況 然後也許有些天他就能不能就被回憶了 我認為逃避或者是竭力的反抗都沒有用 我認為最好的方式還是不逃避正面的承受 然後好好的看清楚所有的狀況 那樣子就會有被回憶了一天 所以這個旨意 我為什麼要下書 旨意就是上天的旨意的意思吧 因為我這個人寫實很奇怪 我總是我所有的詩的標題都是寫完詩 才會找一個題目丟上去的 因為我所有的詩都沒有一個 我沒有一首詩是先有題目才有內容的 都是先有某一段某一個句子 然後我決定把它完整的弄成一首詩 然後最後才會覺得詩寫好了怎麼辦 必須要有一個題目 才硬找一個詞觀上去 這樣講到這邊其實可以再 利用一點點時間再講到 我很喜歡跟詩人提到 我個人的詩觀的時候有兩個比喻 一個就是懶人寶 另一個就是桃花扇 有人叫桃花扇是什麼嗎 桃花扇是明末提出的一個劇作家 叫做口上任 他所寫的一個戲曲的劇本 桃花扇是一個國破家亡的愛情故事 總之就是鳴記李湘君跟一個文藝人 叫侯芳玉他們的 他們交織在國家興亡的 令城裡面的愛情故事 那為什麼叫桃花扇 因為裡面有一個很精彩的劇情就是 有一天就是這個侯芳玉 因為被陷害被怎麼樣被抓去 然後李湘君因為是鳴記 他們已經有病情拘約了 因為是鳴記嘛 所以就會有人想要趁這個時候 逼迫他就犯了怎麼樣 結果就在人家燈燈入室 然後他被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 這個李湘君就一頭撞在柱子上 他就自殺沒有死成 可是他當時撞柱的那個血跡 就頭破血了 他的血跡就箭在一個白色的扇 一頂白色的扇子上 那個扇子好像是他們的定情路之類的 總之他是撞那個柱子 以死明治 他沒死成 可是那個血跡就箭在 那個結白的純白的扇子上面 然後後來他們有一個畫家朋友 就拿走這個 就看到這個扇子 然後就舊著上面的鮮紅燈血跡 越加點染化成了幾支桃花 就是桃花扇的遊玩 那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我其實覺得真的好的詩 你要能夠打動人的詩 就是要像這個桃花扇一樣 你必須是先有了內心的 某一個真誠的 精誠所至的情感 然後有了那個情感之後 可能有了那個情感 你就隨之會有一兩個句子 然後在紙上留下那一兩個句子 有了那個情感 鋪見出來的東西 然後你再利用你文人的記憶 去把這些事敷衍發展 把那個句子 最清脆的那個情感的基礎 去把它繼續點染 就像是畫家 把血跡畫成桃花一樣 你要把你最初那個沒有剪裁的那個句子 那個被你心中的情感的色彩 鼓動出來的句子 你再繼續讓他讀起來像一個 正常的詩的一個段落 那就是之後的紙上公布 然後後來出來的這樣的一首詩 我認為就會是有生命力的詩 絕對不是因為我要參加文學獎 所以有個題目我就會寫 我記得很討厭 以前在大學時代替我的指導教授 真理的時候 他常會去評論文學獎 每次都看到那個心事就很討厭 明明是個城市小孩 你就要寫什麼 你就要寫什麼 我是原住民的那個壽地的生活 因為有一陣子很吹那個原住民風 就是是很非常的情感不真誠的東西 我覺得那樣子的是 我都不會承認它是真正的性格式 我認為現在是應該要有 能夠像古詩一樣的 強烈的情感的穿透效果 那首先要求的 在一切的記憶之外 首先要求的其實就是 作者的絕對真誠 這一點 就像最早的那個寫機就是 不經過任何修飾跟點燃的 就脫繭上去 那樣子的作品才會是真正有 所謂的另一面的作品 然後現在一點點時間 現在一點點時間 我們講一個故事好了 看那個伊里帕斯王 就是非常簡單 我挑出來的詩 你放在這邊的詩 都是比較不熟詞技巧的 那有 別哭 欺騙我們心的 正是 想對什麼忠實的那種渴望 別哭 我唸錯了 你 You said 好 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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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騙我們心的 正是 想對神的忠實的那種渴望 別哭 如果不小看 至少 還有刺下自己雙眼的權利 你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 伊底帕斯王這個故事 你們有沒有聽過伊底帕斯 伊底帕斯情節可能有聽過對不對 但是可能沒有人在 再度可能沒有人有機會 有興趣去讀過伊底帕斯王的整個悲劇的劇本 你讀過 你讀過好 伊底帕斯情節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世父戀母情節 但他現在講說這個人有伊底帕斯情節 反正就是 有暗示某種亂名的 前代的亂名的 不正常的傾向 可是如果你讀過 讀過了你就知道 那個故事其實滿有意思的 我會建議大家去找來看一看 伊底帕斯王這個故事的 原始的劇本是怎麼樣的呢 伊底帕斯 他是 他是有意識的要犯下 他是自己有亂名的傾向 他是自己要去亂跟母親亂名的嗎 不是耶 這個故事的過程非常有意思喔 首先伊底帕斯他是 一國的王子 他生下之後呢 這個 他們 他們就是 那時候人都會去阿拉伯審戀西拉 去追求神 去請求神域跟啟示 伊底帕斯生下之後 他們得到啟示就是 這個兒子長大之後會 殺死自己的爸爸 娶了自己的媽媽 那如果你是國王 你要怎麼辦 他要先幹掉這個 伊底帕斯 對 沒錯 他們 阿拉伯對這個預言非常的恐懼 他們就把這個孩子 就交給 親自下手就可以吃了 可是畢竟是自己的骨肉 沒有要親自下手 他們就讓他們 他們就派人去做 就是把他帶去宰了 可是再知道有沒有宰成功 當然沒有 總是最後有某個人 就有動了側隱之行 就把這個王子送給了牧羊人 想說他一輩子遠離皇宮 遠離他王子的身份 把他丟得遠遠的 就不會 就不會有事 這件事情他自母都不知道喔 他父母以為這個兒子真的死了 然後 然後當然命運 人家就說我有王子命 所以經過姻緣造花 他被另外一個國家 沒有此次的國王所收養了 而且當然就成長之後 當然是一個文武全才的 一百分的青年 可是這個時候 他們不幸的又去追求了神域 神域說什麼 神域說 神域說 伊里帕斯長大之後會殺 因為這個命運就是跟著他 對不對 所以伊里帕斯雖然他得到 他再次他自己去求來的神域就是 你會殺掉自己的爸爸 娶自己的媽媽 那伊里帕斯自己認為的父母是誰 是後來最對國王跟王后 所以伊里帕斯自己希望 他不願意變成一個 是父群母的人 他敬愛他的父母 所以他就選擇了自我放逐 他就離開了 默默離開了那個國家 他就自己流浪在外 然後就在這流浪在外的途中 他不小心流浪遠游塌方 有一天就到了他的故城 他不知道他是這個城的人 他以為他是養父母親食的分動 所以他說 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完全沒有關聯的伊邦 然後那個伊邦 他遇到了一個馬車的一個車隊 小小的車隊 然後那個車隊組人 反正就他們為了讓不讓路的事情 吵起來 吵起來然後就泄鬥 然後他就殺死了那個馬車的軍人 那個 他也不知道殺死人是誰 他覺得只是要跟他泄鬥 跟他不讓路給他的一個無理的老人而已 可是那個是誰 大家當然知道 那其實就是為父初尋的國王 他真正的父親 那他們不知道啊 那個國王也不知道自己死人 他自己親生的子 他們 在彼此的眼中 他們都是陌生的 就是一個爭討路群的 不講理的陌生人而已 所以伊里巴斯 給人把這件事照在心上 那時候鬥窩很自然嘛 他心裡說 這就是一個普通的鬥窩而已 我贏了 然後他繼續走 走到那個城外 那個時候就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 也是從這裡出來的 就是那個 對 人面世生獸 他到了那個城外 人面世生獸就在那裡擋路 不放人 所以這個時候那個城是怎麼樣 那個城已經快要撐不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沒亂打貿易 城外的良知送不進來 城內的人也出不去 他們只要出去 就會被人面世生獸 就會被到去禁捕 因為人面世生獸 還在那裡不讓路 人面世生獸說 你要經過可以 你要回答我一個問題 就是很有名的那個謎題啊 什麼動物是小時候四隻腳 然後長大兩隻腳 老的時候三隻腳 沒有人打得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城已經是快要淡盡良覺 然後裡面又鬧了 已經是要完蛋的狀況了 因為沒有人打得過 劈開沒有人可以贏的 認識身受 也沒有人打得出來啊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志勇雙全的外鄉人 伊底帕斯從外面進過來 他就 正確答案就是人 人小時候是四隻腳 在地上爬 長大兩隻腳 然後老了拐張三隻腳 伊底帕斯就打出了這個 謎底 然後有沒有順便幹掉 人面世生獸 我忘記了啊 反正他都解除了這個大患 解除了這個大患的伊底帕斯 亡怎麼樣 當然受到 當然受到城邦的熱烈的懷疑 這是我們城市的救星 這是我們城市的英雄 然後國王 他們國王自己已經死在外面 沒有辦法 死在外面了 他們已經沒有國王了 然後也要完蛋的熱烈 然後來了一個 智勇雙全的年輕人 他們就贏他為王 因為他拯救了這個國家 然後順便繼承了 仍然年輕貿易的王后 這個王后自然就是他的生命 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是這樣師父練武的 然後後來怎麼樣 他們之間生了 生了四個孩子吧 三、四個孩子 總之有兩個女兒 後 安地剛明 安地剛明 他的女兒也是各自 後來也是 有名的西大悲劇的女主角 那總之 他們就是 他把國家治理得很好 然後跟王后爹感情 被感情勝賭的夫妻 可是過了很多年以後 大概十幾年之後 兒女都長成了之後 有一天這個國家就鬧起了嚴重的瘟疫 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解除這個詛咒 然後國王覺得他有 他必須要找出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導致於他們的國家遭受這樣子的詛咒 根源是什麼 根源就是他是個罪人 可是他不知道 他異心是為了他的城邦好 他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所以他是不斷地去查檔說 究竟是有誰犯了天理不容的事情 讓我們國家遭受這樣的惡運 在他追尋真相的過程中 知道當年的事情的老臣子 速度阻止伊底帕斯繼續追查下去 因為他知道真相不是伊底帕斯可以承受得了的 可是伊底帕斯說不管真相是什麼 他需要找出來 他需要面對他 他需要他愛這個國家 然後他也覺得有什麼真相 真相本來就是需要發明的 需要去破解的 所以其實他在走向毀滅的結局之前 有人阻止他喔 但是他不接受阻止他 他認為他必須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事情的真相最後真相大名的時候 那個王后 也就是他的母親跟他的妻子 早餐一度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然後就 就真的是同一幕的事情嘛 就是有人事情就繼續講了 講到可能講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母親聽到那個兒子沒有死 他就知道後面是怎麼樣了嘛 他就知道是當初師父 師父取母的詛咒的命令應驗了 所以他的國家才會遭受嚴重的 謊疑的這種詛咒 惡運 所以他母親就連色蒼白的離開 他的妻子連色蒼白的離開 然後幹嘛 就回房間上架自殺了 然後伊底帕斯知道事情之後 他衝進房間 他看到的就是他的妻子 他的母親就掉死在那裡 然後伊底帕斯做了什麼事情 他就自己拔出短刀 把自己的雙眼刺下 然後自我放逐離開了這個國家 就是四處流浪 非常窮困的四處流浪 這是整個伊底帕斯的悲劇的始末 你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我們說伊底帕斯 現在講的是某種變態的情像 就是有練舞情像 練舞情節 可是伊底帕斯 你可以在這故事裡面 他的作為從頭到尾 他有沒有做錯的事 沒有 他的所作的作為從頭到尾 都是核無正義的 都是核無正義的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核無正義做的一切追求 都把他們繼續推向真相揭穿的 那個毀滅的結局 他對真相的每一步追查 他對於他們為了抗拒這個欲言 所做的一切努力 反過來都變成 使得欲言真正發生的一個結局 如果當初他的生父生母 沒有把伊底帕斯想要幹掉他或送走 而是把他養當 伊底帕斯敢不敢做動事 不會做啊 然後伊底帕斯知道了 他有這個命運之後 如果他沒有離開他的養父母的國家 他會不會後來真的師父 師父 就是師父群母 也不會 所以你會發現 人們在這個畏劇裡面所做的一切努力 反而都是讓這個可怕的欲言 真正實現的 都加速了他真正實現的過程 然後以及最後的伊底帕斯 他自己主動的去追求人事件的真相 也造成了他 這些事情如果沒有揭穿 可能至少他母親不會去上吊 他就不會自瞎雙眼 他們就不會成為人人唾棄的 這樣子的一個罪人 可是最後這種毀滅性的悲劇 是他們自己以來的 可是最吊詭的是 他們在這個故事裡面做的一切努力 跟動作跟步驟 都是為了阻止悲劇的發生 反而這所有的努力 都引導了悲劇最終的實現 所以 所以我請了第一段 不要笑 欺騙我們的心得 就是你想要對什麼忠實的那種可怕 對這故事裡面的人來說 他們想要對自己所信奉的道德真理真實啊 他們想要忠實 我不想要做一個師父群母的人 所以我遠離這個養父母的國家 我不想要被師父群母 所以我把我的兒子先殺死 免得他變成一個師父群母的罪人 彼死人 我這彼死人更慘 每個人做的都是 他們對他們心中所奉行的 事情的道理忠實 可是反而這些事情 最後都欺騙了他們 使得他們最後仍然承受了 命運的無情壓制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自以為是的真相 你自以為是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 你說掌握的條件 並不是事情所有的訓練 欺騙我們的心得 往往是 你想要對什麼忠實的那種可怕 我異心為了我的兒子好 所以我想說給他最好的 然後補最好的心 然後讓他學最好的情 然後什麼什麼 可是長到了 然後讓他照我的安排去走 然後去念了台大醫科 可是長到了以後 有一天兒子跟我說爸爸我恨你 因為做了一切都不是我要的 我想要當個畫家 我一直想要當個畫家 可是你讓我 你讓我現在是一個 被告的外科醫生 有一天兒子告訴你說我恨你 你給我的一切都是你所要的 我只是屈服 我從來沒有實現過我所要的 那在這裡其實 對於做父親的人來說 我認為我給的就是一切最好的 我認為你走的航空就是最順遂的人生 就是對我內心的 內心 我對於我知道的世界 忠實的去遵循我的原則的行動 可是這個東西是你要的嗎 人往往看不到那個第二層 就像是悲劇裡面的人 看不到世間的群群一樣 又或者是這樣 忽異心意義的在外面加班 竹科 竹科 我的大學同學現在很多都是竹科的 在宅公正式 就是說 努力的在這裡加班 為什麼 在那裡摧殘自己的肝 就是想要早早的 早早的買房子 買車買房 養他太太啊 養他女朋友啊 可是最後他發現 他太太居然跟別人跑了 為什麼 因為妻子跟他說 你都沒有空陪我 你都沒有空比我啊 可是我為什麼要真的沒有空陪你 沒有空陪你呢 就是為了給你最好的 想要更早的生活 所以真的往往是這樣 切掉我們心得 往往就是 你想要對什麼忠實的那種渴望 可是因為我們像 飛去伊底帕斯斯的人一樣 我們沒有辦法清楚的看到 其他人要的是什麼 我們只看到自己心裡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們所做的 我們的一切認為是好的 善意的所作所為 也許反而導致了一些 從來而作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束 可是別哭如果不想看 至少還有搓下自己雙眼的權利 伊底帕斯王這個故事 在斯拉伯裡面 同樣被視為是一種 人文精神的開端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發現嗎 這個命運是神給的 我們不能違抗伊底帕斯 他們我們既然這麼榮耀逃避 仍然迎來了 是父群母的結局 可是最後伊底帕斯的自 他的自我制裁 完全是出自於主動 他主動的選擇 刺下自己的雙眼 主動的選擇自我放逐 來為自己所 無意中犯下的罪 而贖罪 至少命運是怎麼樣給我們的 我們不能選擇 可是我們可以選擇自己 要用什麼方式去面對 這也許是我們 我們不能選擇命運 可是我們可以選擇 自己要去面對的方式 所以在伊底帕斯裡面 他最後自己選擇 他不是被人民所處死 也不是被宙斯人類所批死 他是自己選擇 自己刺下自己的眼睛 然後自我放逐 所以同時告訴我們 也許命運有時候會反過來欺騙我們吧 也許有時候你以為的事情 並不是事情的真相 也許有時候你的善意 反而帶來不可承受的後果 也許命運不是能夠按照我們 想要的樣子去發動自己的 可是你至少 至少我們有自己在結局 我們面對事情的結局 我們至少還能夠保有一個 任何人都奪不走的權利 就是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怎麼面對 像是伊底帕斯自己選擇了 自瞎雙眼怎麼放逐 所以我覺得這是那個 我很短悶的故事 所以我寫了這首短詩 然後我讀到這個劇本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寫出來 然後希望結束之前講的故事 不是比較愉快 所以同時就結束在幾個地方 好 大家記得有沒有很陶醉 有 有沒有很陶醉 有 好像後面的故事比 現在是更容易了解對不對 後面這個故事 讓我們聽得非常地入盛很入迷 那前面的詩 如果我們有經過 這個伊文老師的解釋 剛剛聽到不看我家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這種感覺 那我們很陶醉 因為伊文你看他娓娓道來 聲音那麼柔美 人那麼有氣質 詩又那麼的美妙 所以今天他特別過這樣的時間 來為大家分享 我們要給他熱淚掌聲 拿個最棒 好 謝謝你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你 那有些人要來一點回饋 不要勉強大家 不要勉強大家 好 有人舉手了 來我們歡迎這位 這位 我從來沒有讀過現代詩 那我們今天來只是想要散步 那就進來了 那你們兩個學的 那你們兩個學的 從來沒有學過這個 這個詩 那今天孫老師有機會這樣子 解析給我們聽 我覺得好像讓我人生的畫風 增添一道美麗的色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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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嗎 那邊 那邊 真的一切最好的安排 今天那個打電話給我 我覺得真的只有感謝 真的來這邊 像護城我們也不知道 現在知道他的畫面 我回去再去找他 謝謝 他的書在紅雅書房裡 好 所以去那邊 應該可以買得到 好 這邊有帶來嗎 今天那個 沒有帶來 還有嗎 那個要回饋的嗎 我們這裡好像也有個 要回饋嗎 輸啊 對 外面也可以 老師剛剛這樣子 聽詩然後聽故事下來 覺得心情很悶耶 好沉重喔 有沒有辦法借詩的方式 來書解一下這種 謝謝 那妳就不要 妳就要去 用它尋找光影 妳就不能只讀到前半部嘛 妳要 妳要 妳要接受到後半部的訊息 其實那雖然是黑夜 給了我們黑色的眼睛 妳真的是有時候 被愛有時候透露出一些 人生都不美滿的地方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要記得 還是可以用它尋找光影 我說一句話 在我啊 因為我是身體 每分鐘 每分鐘都一直痛 剛才妳說密密嘛 雖然很黑暗 可是 我今天聽妳這樣講 至少在我的 接受我的心裡的疼痛 因為這一段日子 我真的 因為身體很多痛 然後我越來越過方便 真的 有點 所以妳所說的 不想死 妳的生命會 我好像想要更美 更美 更美 因為妳這樣子 感覺妳 心裡還是有失望 只要妳接受 妳身體上的痛 真的 這痛多體會 導致生命是妳的力量 只要妳願意可以跑過去 也可以找到生命 身體有力 就是自己 要過什麼日子 用什麼心態 這個當然很好 謝謝 我要特別給這位大姐的鼓勵 她是坐著前面那一片 謝謝她 剛才幫我們進來 因為那個車子沒辦法進來 所以是由我們這個阿輝 朋友有力的阿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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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歡迎妳經常過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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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謝謝 這就是四個力量理美 半徑四生 謝謝 謝謝 我們當這位同學 她的作為有同感 但是 例如說 妳一手是 如果有附影她的編曲 然後她唱出來 所以我比較 妳的和平 非常地感覺 很像 我不會唱 好 現在哪有人要回饋喔 好 我去年剛去過西藏 所以剛才講的那個西藏 那個情況 我覺得很有感覺 因為以前曾經念那個 參加加速的那個 其實不過她的詩 她其實很高興 才知道有一些奇藏的詩 我想問一下她 就是說 妳不會推薦現在的 台灣的那個 文化上 比較 就是說 對現在是寫的一些 比較麻煩的一些作章 可以推薦一下 比如說我們想念的話 想涉獵的話 待會從哪兒去 都會使用手 我知道大家可能 所以這問題對我來說 非常的尷尬 因為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去年 周天還是我的第一本曲集 然後 然後 我也是又期待 妳的第一本啊 對 應該是我的第一本曲集 那妳現在有沒有那個 就第一本啊 因為我很懶孫 所以那本 那本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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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我研究生的時候 反正就是從她 她選出大概的樣子 人家 人家跟我說 幫我寫曲老師 跟我說可以出了 然後最後我大概 混過了五六年 才真的把她弄出來 所以 嗯 第二本可能不會隔那麼久 但目前是第一本 然後 就我推薦的詩人 比較尷尬的這一點就是 嗯 有一些詩人 其實是她 她的詩 比如說像我個人很喜歡 《周夢梨》耶 那 對 但是她的詩 可能對有些人來說 是需要進一步解釋 才能夠完全裝到她的意志的 那也有一些人 像其實顧神詩啊 顧神詩有一頁也不是那麼好多 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 其實讀書很挫折的一點 就是說 有時候你去書店 想要讀個詩 然後翻看基本詩集 就跟我們放回去 對 所以在那裡 嗯 然後一方面對我來說 也是覺得 就是 就是 要我去推薦 畢竟會有 某種的那種 對於我的那些詩人 沒有前輩的 畢竟有這種 不推薦我 要去找別人 對 就是很尷尬的一點 那 不過 因為我自己現在 其實是一邊每個禮拜 在東北開課裡 但 我現在還是有在 我現在每個禮拜其實有回家 因為我自己已經沒有學生了 所以 如果大家真的對現在是有興趣的話 也許以後我可以 就是 開班如果 不用開班 那開班才有壓力啊 就是 就是 因為我當然 我當然在教室 我當然有一份我自己選擇的 淘汰選擇過的 我覺得值得跟學生講的詩嘛 那今天他們就挑一些最好 最短最好入手的 最短人包得來啊 那如果大家其實 對讀師有興趣的話 我想 可以 也許可以在商議 也許我們以後可以 多開一些 就是 比如說今天我就是講總夢蝶 或是 這幾次就是講總夢蝶 如果真的有 有興趣的話 也許可以在商議看看 要不要有後續的 活動 到這裡面醫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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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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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第一次見面 我非常高興 蘇聯今天想要播這個地方 我是四年級中三班的 那 我中第二屆 我也是江蘭 所以三四年的毛 謝謝 基本上 以我的名義 我已經退休了 那我從你的第一首詩 這一個詞語 我就看到很積極而重念的 你那一句 我最將全面全身向你 譬如說 你的命運在什麼時候 用背來面對你的手 你原來是很積極的 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命運的配偶 因為你把你的全力全身向你 所以 我不曉得 你很年輕人的看法 會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已經是五十多歲了 不過我是覺得 你的第一首詩 我就看到蠻積極的 這是讓我們非常欣賞 所以不要很黑暗 沒有沒有 因為我看到 是一個蠻積極的人生態度 對 然後像那個西藏布公英 這個地劇圓滿的職務 我的一個感覺是就是說 它第三劇組的一個 當冰寶來臨的時候 當冰寶來臨的時候 表示 冰寶也可以不來臨啊 對不對 所以當冰寶不來臨的時候 我這個人生可能是 一個絕反的狀態 那 那是一個假設狀態 所以我覺得 它是西藏布公英 可能不需要被個 破邊的那個所謂 陌生的草地 漫無目的的飄滾 因為人生 也許你在飄滾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你的不同的經歷 那當你達到一個歲數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的這個經歷是你所喜歡的 對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我想大家可能都會 你曾經覺得 某些事情是毫無道理的 可是你過了很多年以後 你會去看看 你會發現那件事情 其實給你的 並不只是折磨跟挫折 你會發現你因為這個事情 你可能多走很多願望路 可是你到 你那時候學的真實都是有望路 可是也許你的人生 當成熟到某個地步以後 你會去看看 你會發現從那裡面 你學到的東西 是除非無子 否則你就不會得到的 我覺得 就像是編織啊 你不知道 知道最後這塊花 文會成為什麼樣的東西 你本來覺得這是無子 可是也許編織到最後 它會是你一個最重點的 化容編織的那個文明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就是這種感覺 對 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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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動 因為喔 我這個課 這個講之後 要開之前我一直很擔心說 我這很擔心喔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現在這樣講很久了 不知道人來的 想到人來那麼多 而且好像都觸動到大家的心 所以每個人都會有那種 例如會講出來 所以我滿感動的 然後我想請一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養 敬養 敬養 因為喔 他要來參加這個講中的事情 先幫你那個書 拜一下看 應該有些新聞 跟老師回饋一下 要去砍他 在麻煩身材嗎 不會不會 很有view喔 其實我主導真的 那個什麼第一首詞 就是後面這個 就是一個 對我 這幾成的朋友 都 就 就 滿 震驚的 因為 明明 很少看到這種 就是沒有畫面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沒有 就一開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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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有一點副底啦 風液一點副底 那種感覺就是 什麼時候 感覺就是 就沒有畫面 然後 謝謝 然後 後面 有些實在就是 那種實際就是 很有那種 抱著我們的感覺 嗯哼 感覺 會怕你昨天是那樣 嗯 嗯 就是 會讓人家 就像有些 不知道 不知道錯覺的時候 都會感到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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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照在感光上面 嗯哼 嗯哼 對喔 不錯喔 你把那個意見都講出來 老師 是不是 而且 因為他 他經常會來我們這間看書 他以來是說 給他點點看著 可是今天會想試 竟然蠻點笑容的 因為這個詩 真的是柔軟到他的心了 那因為時間實在是有限了 現在已經到了9點25分鐘 也不要耽誤 因為老師時間太久 那我們有一份小小的禮物送給老師 這是一份小小的 這是一份小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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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時候要過來開車的話 我們再來研究看看 那要怎麼開 那 要不要收費 當然不用啊 當然不用啊 真的好 就是 因為 其實像我自己現在就是 一方面在台北有其他工作的機會啦 可是我現在就選擇一方面 見台北的課 一方面回來 這樣一生 就是 在這兒有一個 有一個交互是我的學生 那 其實是 就是 這邊這位小朋友 其實很像當科學班 他是我本來 張二三年的學生 那 其實我 我自己這樣選擇 一方面 因為我覺得 只能在台北講的 是不是一件 遺憾的事情 我覺得台北資源太過剩了 台北資源太過剩了 然後 有機會呢 回來 因為我以前上家裡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 為什麼工課上要那麼無聊 就是 目前 不好意思喔 我以前就是家裡自由班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是 老袋不好的人 然後念文書 就是 就是那時候也是偏見 可是我自己後來上了台大 然後 當我真的接觸到很好的中文系教授 他讓我知道中文課上起來 是像這樣子的時候 那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能夠早點聽到這些課 可能那時大學時候的 我就會用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人 對 所以我會覺得 有機會能夠我來加以講課 就是以這種形式 其實我會還蠻珍惜這樣子的狀態 對 所以如果要在這邊講座 當然是自在 也不用說開班那麼嚴肅 結果開班就覺得 好像我有什麼功課的感覺 就是也是 如果真的要在這裡繼續講 所以大概也是像這種過談的情勢 大家想到沒事要來一下就來一下 就好 對 這樣大家都比較輕鬆愉快 我也很比較輕鬆愉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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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還有還有其他事情要跟老師回配嗎 講一下 其實我蠻感謝藝文老師的 這是我兒子 那這三年來 雖然我們兩個也都是老師 也是教文科 可是我覺得藝文老師帶著他 有拓展他在語文 在博文上面的事業 所以其實真的是蠻感謝他 那我今天其實本來只是載他來 因為家裡還有一個小小朋友那樣 所以我就跑來跑去 可是我一聽我就坐住了 然後所以在前面幾首詩 其實藝文老師在講的時候 我眼淚就忍不住就 好 尤其在 尤其在講 尤其在講那個 你會做這樣嗎 那個 那個 對 擔真忘記 他那個 對 那兩首 馬上就很觸動很觸動 那後來是因為要 對 他要回去接他 所以我很感謝 後面還是聽到我一點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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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真的要非常來聽 詩的力量 讓一個人苦苦 所以一定要來 我們之後會上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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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